后院中,会长正跟两名老者在说话,听见外面的呼声时,不由皱了皱眉抬头看,就见孔管事快步跑了进来。 怎么回事,晃晃张张的没个样子。 会长,那个黑令,那个一级黑令出现了。 什么,你说的是鬼衣手上的那个黑令? 是,是啊。 管事连忙点头,两名老者听了也是有些震惊。 到底是怎么回事,你赶紧说清楚了。 刚刚外面来了四个人,一个身穿黑色衣袍,戴着银色面具的,其实很是摄人。 一个穿着白色衣裙的女子,容颜很是绝美。 一个拿着折扇的像个书生,还有一个穿着一袭轻衣的,拿出了一级黑令。 他们说是要来看宝贝,什么宝贝都行。 我看到那枚黑令后,就连忙赶来通报了。 会长,这,这会不会是鬼衣啊? 按理说,鬼衣如今去了上游大陆那边,应该也不会常回来。 不过前段时间,他的义兄带着凤家老族的小儿子回来了。 昨天凤府门前又停了一艘飞船,若是鬼衣回来,倒也正常。 他在那里分析,想了想。 不管是不是,都要去确认一下。 那可是上面交代着要敬着遵着的人物,我们可不能怠慢了。 会长,那你快去看看,若真是那位,可得仔细伺候着。 我知道了,我去看看。 这会儿,凤九和轩原莫泽正在房中喝茶,吃点心聊天,而白青城和杜凡两人,则守在了门口。 我们吃完东西,去街上逛逛吧,城里的小吃我许久也没吃过了。 可以,空腹不要喝茶,饿了先吃几块点心,点点肚子。 没事啊,他不在意地摆了摆手,不多时,门外响起了声音。 杜凡便开门让人进来。